大家好,我是小霞 我也有好几天没有更新了 因为这几天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比如说我妈呀,就是回老家呀,铺路去了 好几天没有在家 我也是有这种计划 就是有种菜的计划呀 一直没有实行 因为自己不太会种 结果她在家了,她也不想去 她在这里编拍子 是吧 现在只能我自己先去试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把它种活吧 这个月呢,种蒜呢,就是吃蒜苗的季节 下个月好像是吃大蒜 现在去,我现在去把它种起来吧 其实昨天啊,我也有划分开来 你们看啊,朋友你看,给他们看一下 很大一片 主要是太大一片了 因为如果不划分开来,这块是种什么 那块是种什么的话 就完完全全太乱了 而且划分开来,等菜什么都种上了之后 这两天我就准备去砍点小树枝 弄点栅栏 原来我们这里有牛,有羊,还有鸡什么的 会捣乱 刚长出来可能苗都见不到 是吧 说起来这是我20多年的第一次种菜 为什么?很多粉丝朋友们都说 建议我们自己种点菜 因为农村嘛,你自己不种点菜 怎么行?天天向超市买菜 尤其是现在小米椒都46块多一斤 哇,贵死了 嗯 小长,你看谁来了,你买回去看看 还算他有良心 孩子要过来了 这个主要是我们买的蒜 其实我也冷,我不想肉菜 但就是我们家买的这个蒜了 全都发芽了 我就说呀,牵着他发芽 种得蒜苗翅翅 头朝上啊 屁股 没有屁股朝上 牙,是不是这样子 就是 一个放一个 一个坑放一个还是放几个 不就是这种发芽 摘脱子 就这样 嗯 摆着摆别人 这样子 这样 这样子 你看这是发芽发多长 这个皮剥了也能活吗 嗯 其实我妈正经也没种过几回菜 我也没有种过葱 从我来的那时候起 我都基本没见过她种菜 就只见过她种青椒 还有那个葱 是盖着嚼水一来 嗯 我们两个是半斤八两 呵呵 互相都不知道 她说我婆婆人生月底比我长一些 我就感觉她 她哪怕不会 就是自己没有种过 但是她知道咋不吃咋种 嗯 是吧 今天我们这里还怪热的 哦 这多呀 30亿多 这要是吃棉蹄 过后吃棉蹄 我中间她在纸上骂回 不知道怎么了 你也好吃棉蹄是吧 会好吃棉蹄 哈哈 你是不是在嘴上骂回吗 不是 我再过后吃点 对我去吧 哈哈 他也在水里看大哥了 关于你对着我说的 面前也不对劲 你那种 哦 忘说了 这块地其实不是我们家的地 我们家的地在老家 种菜什么的 跑太远了 然后这块地 是不是邻居借给人了 那这就远 哦 借给人用多少年 再借给你 就就用今年 刚好就在我们家旁边嘛 也没多远 这里种完之后剩下的 是不是种 那 菜种完了 那多出来的地种啥了 种水 种玉米的 多出来的地就种玉米了 大家都知道河南这边种玉米哈 种了很多 只要我们家水还不是特别的方便 不是说到处都是水 有的时候就像那种臭水 臭水沟 对 臭水沟里头有水 然后 剩下就是 就是要自己加单水了 嗯 咱这并不是说哪里都有水 是吧 剩下就我自己来种了 然后让我妈回去 我再盘一块地 再盘一块 因为我们那个上面还有葱 还要把葱再把它移下来 把葱苗移下来 朋友们 这个季节 还可以种什么菜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 那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 记得点赞评论 关注转发 再见 再见